《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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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艺术》在台北已經不再是一個名詞 它已經慢慢鑲嵌到這個城市裡面了 它已經真的是屬於那個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說公共艺术這樣子的一個導覽 甚至很多很多導覽就是在於 它讓這座城市的市民 或者是來這座城市的民眾 看到了這座城市裡面 它獨特的這種發展模式 我認為深度帶來包含的 其實就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生活的這種態度 是讓這座城市非常非常獨特 或者是讓這座城市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部分 《公共艺术》導覽的活動 其實是希望藉由不同的藝術作品的串聯 是讓我們市民重新地認識我們的城市 那在今年是第四年 辦了《公共艺术》的導覽 那今年的導覽比較不同的是 我們是以行政區域來做規劃 所以在不同的行政區裡頭 主要的作品 我們就在一個半小時左右的行程裡頭 我們把這些作品安排出來 我們在同一條路線 也許會有三到四位不同的專家學者 來引領這些路線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不同的專業者 他們的眼光 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詮釋作品 把不同的人看到的作品的形式內容 能夠介紹給市民大眾 導覽其實是一個讓人們去認識這座城市的深度 讓大家去認識這座城市的文史 它是你表面上看不到的 它必須透過人去講述 必須你是親自去走在那個街道上面 那你才可以去感受到 那一個城市的溫度 或者城市的那種質感在哪裡 未來裡面絕對可以期待 就是說工藝術在台灣 甚至華人社會裡面 我覺得在台北一定是一個 大家所認為非常好的一個典範的城市 我們會不會覺得是一個 最好的看法 你要拿去看 我們會不會覺得那個《導遊》 emoja人 Bee Thiessen 我們會不會覺得 我們會將這樣的лекс石 大利走 我們會不會覺得 我們會不會覺得 我們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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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把我們會 我們今天是公共藝術的一個導覽 那其實非常歡迎大家來參與 那今天的路線其實是比較集中在這一塊 交通部 台大到成功高中 那我們會稍微走一下下這三個點這樣子 相關的導覽活動 詳細的資料 你們在公共藝術的官方網站 都可以得到非常非常詳細的資料 這個十字路口應該很早以前就看過這個作品吧 這件作品跟交通部的關係 你們覺得有沒有關係 有 應該是 看來有關係 看來有關係 好 所以你們會覺得這個跟所謂的在地的部分 是有連結性的對不對 好 那我也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些公共藝術的產生 知不知道它的源起 公共建築經費 提供完也厲害 好聰明喔 這個 來賓太厲害了 對 為什麼台灣有所謂的公共藝術 就是來自於法條規範 法條怎麼規範 來自於文化藝術講述條例 它上面有寫說 公有建築物 公有的 不是私人喔 公有的建築物 它如果有興建工程的時候 它就要提拨百分之一做公共藝術 意思是說 它如果這個工程費用是一百塊錢 它要加一塊錢 變成一百零一塊錢 其中的一塊錢做公共藝術 懂我意思嗎 那這個案子 剛好就是 就是其實我們看到的幾乎就是這個源起 那這個交通大樓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在討論的時候 它其實是中華電信 旁邊就是中華電信 那我覺得它本來就是這塊電 應該是中華電信的 後來被併購就是說有中華電信 也有交通部 所以就整個他們要串起來蓋這棟大樓 那因為有這間新建的大樓 當然會有所謂的公共藝術的進駐的可能性 那我們來猜一下 這個大樓 經費應該不少吧 我們來猜一下這個案子 我覺得它對金錢可能會比較敏感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納稅人的錢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交通部這個案子 總共有五件作品 外面有兩件 裡面有三件 大家猜一下這五件作品多少錢 五千萬 五千萬 沒那麼多 還有呢 多少錢 兩千萬 兩千萬 差不多 總共是一千八百二十六萬五千塊錢 一千八百二十六萬五塊錢 我昨天都有做好功課 都把它查好了 好 那這個 這個就是其中的一件作品 那這個案子是什麼 所謂的公開甄選 就是說對外就跟一般的招標案一樣 對外公開 那請藝術家來提案子 那這個因為經費比較高 它其實是要有一個策劃團隊來策劃 那在不同的點找藝術家來做 所以它這個第一名的部分 我們那時候評選的時候 剛好是選到這個第一名 那它選了五位藝術家 坐在不同的空間裡面 好 那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看的是戶外的兩件 那我們來仔細看一下這個部分 那剛才這位來賓講得很好 它其實有一些所謂交通上面的異象 它其實用鐵軌的概念 還有一些滑輪的概念 就是有一些交通上面的 異象的一個造型 那再幻化成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立體的一個雕塑 放在這樣的空間 來影射這個基地的連接性 所以我們在公共藝術其實很講究所謂的 因地制宜的概念 就是說這件作品如果不放在這個空間 放到學校去或者是放到醫院去 其實就不太符合它的屬性 所以我們一定會強調 我們在評審的時候 就會強調說 藝術家一定要把它的作品的概念 集地的概念 放在它的作品的創作元素裡面 去創作出來 這樣子才會把作品跟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做一個連接 而不是說它放在哪個地方都可以 那我們以前看作品 可能不一定會 可能找的是很有名的藝術家 可是對基地不一定有連接性 那我們現在在執行 我們現在 大家知道台灣公共藝術執行多久了 也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台灣公共藝術的發展 大家知道台灣公共藝術 大概執行多久了 十幾年 十年 真正應該講的話 我們全台灣大量執行公共藝術 在1998年 有一個叫做公共藝術的設置辦法 如果大家對這個辦法有興趣的話 你們其實 Google一下都找到非常非常多細節 那它就有很詳細的說明 整個公共藝術的操作流程 那從1998年到現在 2012年大概花了差不多14、15年的時間 我們來猜一下 大概這14、15年的時間 花了多少錢做了多少作品 猜一下 猜一下 花了多少錢 大家可能對錢有點想法 多少錢我們猜一下 花了多少錢 幾億的嗎 當然有幾億 十幾年 這件作品就兩天忘了 對啊 這件作品就很多了 對啊 你們覺得呢 兩百億 沒那麼多 兩百億 嚇死了 沒有 差很多 十億 超過 如果 因為現在都在統計當中 所以如果不含去年的部分 到2010年的話 大概花了差不多30億 全台灣喔 不是台北市喔 全台灣 多少件作品猜一下 幾件作品 因為百分比的經費所做出來的作品 大概有幾件 猜一下 不含這一兩年還在統計當中的 猜一下 十萬 十萬 哪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不可能 沒有 多少 這個 差不多兩千 差不多兩千件 建築那麼多 只有兩千 因為 你介紹這邊就多少件了 這張紙 台北市很多 台北市很多 別的縣市少很多 你這個統計為什麼要圖鑑 有你那個公共藝術網站不是都有 都有 對 拿其見譜都有 多少經費是不是 對 所以 你們到公共藝術網站 都查得到這個相關資料 對 沒錯 對 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大家善用公共藝術的資料 就可以很清楚了解 台灣公共藝術的一個發展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仔細欣賞這個空間 對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當時候我們在討論這個空間的時候 其實這個廣場其實的作品就是有點地標型的概念 因為它的屬性就是很明顯 而且又在所謂的十字街道的一個角落 是最明顯的一個空間 所以當時候藝術團隊提出來這樣子的一個作品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它的尺寸 大家也要發現一下 作品其實跟空間的一個關係 除了它的意向要連結之外 其實它的尺寸非常非常關鍵 尺寸的意思就是說 它如果太小或者是太大 會感覺很不好看 那我們來看這個空間的 這個造型的作品 大家覺得OK嗎 OK嗎 如果大家想像一下 它如果小很多 會不會覺得好小加質器 那相對跟這個建築物比起來就差很多 對不對 那如果太 又再太大的話 那個成本高很多 藝術家也很難去cover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我們在 藝術品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跟它的尺寸 它的空間 它的材質都有很大的關係 那我們手動一下好嗎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藝術家 嗯 高田 這個叫做作品說明牌 現在只要是透過百分比公位數 做出來的作品 一定要求又有這個作品說明牌 而且一定是中英文併造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一定就可以看到 那這個其實是所謂的 2006年完成的作品 大家可以看到 那高田我比較不熟悉 因為它只有這件在台灣的作品 那其他人我可能比較熟悉 那因為它只有這一個單天的作品 在台灣這個空間裡面 那它是一個策劃團隊找的 那個日本的一個藝術家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作品 真的跟空間的一個 連結性感覺上蠻好的 我每次來看會都覺得 還蠻有feel的這樣子 好 那大家對這個作品有沒有什麼 有什麼問題嗎 還是有什麼要更知道的嗎 那公共藝術跟那個容積率 它有沒有 沒有關係 容積率跟建築物有關係 跟這個沒有關係 對 那有沒有那個公共藝術的面積 有沒有跟它基本上建築 沒有沒有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就是 但是我們選擇基地的時候就是說 建築物它如果計畫 它的那個設計圖出來之後 如果可以的話 公共藝術就希望能夠 馬上來討論 那討論的時候 就會跟專業的委員 會跟建築師 會跟這個建築物的負責單位 去做討論 那個叫做執行小組 那執行小組就會去討論就是說 我們這一筆1%的經費 應該要放在哪一些空間比較好 因為空間的選擇是非常非常關鍵的 因為你只要基地選得不好 放在比較角落 人家看不到 或者是放在不好的空間 就是會影響它的成效 所以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這個設置基地的選擇 是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 那個這個關鍵跟容積率 完全沒有關係 對 我們只會看這個空間的屬性 放在哪裡是適合的 那我們選定基地之後 我們也會去討論說說 像我們以這個廣場為例 它絕對不會是牆面的 牆面可能會阻礙動線 所以它就會以立體為主 所以就是說 它其實基地的選擇 其實就會影響到 它作品形式的表現 對 這個其實都會有連結性 請問他會想確定一下 你剛剛講的百分之一 對 這百分之一的話是說 假設這裡面需要五件作品 五件都加起來百分之一 還是做一件 沒有沒有 全部 全部全部 譬如說 譬如說這個建築物 譬如這個建築物 不是 譬如說這個建築物 是一億的工程經費 那它的百分之一就一百萬 對 那一百萬裡面 一百萬裡面我們在討論 其實這個案子我記得 它並不是限定說 你要做幾件 沒有 我們只是說 我們開放了這個案子的 標案是一千八百二十六萬五千塊錢 那藝術團隊來這個基地勘察之後 他覺得應該放在哪裡比較好 他自己去挑選 那這樣子的 那可能每個A組 他可能提了六件作品 B組提了四件作品 C組提了五件作品 那大家選的不一樣 因為藝術家跟他的知名度 跟他的表現都有關係 並不一定是他提多就一定會好 所以他就是透過評選的機制 選到這個團隊剛好是做五件作品 可是他的五件作品的總額 我們不管他怎麼調配 他就是一千八百多萬 這樣子 對 謝謝 不會 比較清楚了 因為根據法條規範 三十萬以下不用做公共藝術 你只要做活動就可以了 因為他有一套流程 那如果說三十萬以上的話 台北市政府他會問你說 你若覺得不太好做的話 你把你的經費提撥到台北市的公共藝術基金裡面來 那他會幫你一起做 那你講的那個中山捷運站出來就是來自於公共藝術基金的執行 就是說台北市文化局他收集了這麼多的公共藝術不適合做的基金的經費 他就會去開會討論 就是說委員會開會討論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些基金我們應該怎麼樣透過這個基金的經費去做一些教育推廣 譬如說今天這個應該就是基金出的錢 他會辦一些基金的活動 那他也會說那這個中山捷運站有這麼多的活動 是不是透過什麼樣的案子可以做得更完善更完美 所以他就用那個經費來去做那個案子 你知道我意思 就是說變成其中這些經費 因為每個縣市的執行情況不太一樣 譬如說台北市有台北公共藝術基金 那有的縣市我知道有的縣市還沒有完成 現在有完成的基金可能就是台北市 彰化 高雄 就是部分縣市有做這樣的基金 新北沒有 新北沒有 新北鼓勵大家一定要做 而且他還去追蹤你沒有做要補作 對 所以每個縣市的策略不一樣 所以就是新北的話大家可以看到他就是自己 就是鼓勵每個新鮮建築物的單位都要做 那台北市為什麼有這麼多不同的活動集中在一起 就是因為他們用這樣子的基金去做各式各樣不同的一個推廣 對 清楚了嗎 戶外的作品我們一定是要求永久財的概念 那沒有一個東西是百年不壞的 可是至少至少就是十年幾十年都沒有問題 那現在根據法條 根據法條就是說有一些案例的關係 現在只要做好的公共藝術 最少最少放五年 最少最少放五年 如果你真的覺得有問題的話 再透過正式的審議會議去把它移除 可是對於藝術家來講 他一定保障在這樣的空間裡面擺放五年 對 對 那以這樣子的材質它是不鏽鋼的 它絕對可以放很久